Yahoo 哈囉大家好,這裡是水小兔,我是Yemi 我們今天要介紹南冠的FORZA60B跟FORZA200 首先要介紹FORZA60B的規格 它的色溫是2700-6500 CRI的平均值是96 TLCI的平均值是98 重量是0.83公斤 功率是60W 接下來要介紹它的操作介面 首先是按這個 可以打開 然後第一個這裡 旋轉是可以調整它的亮度 按一下可以調整它的色溫 旁邊這顆是可以控制選單的地方 像這樣按一下 然後呢,這邊第一個 FORZA60B總共有12種特效 然後第一種是這個 色溫循環 然後它下面這邊呢 可以控制它說它要幾秒一循環 那我現在是2秒一循環 再來呢,第二個是 亮度循環 我們讓它 也是一樣2秒一循環 再來第三個 是閃爍 第四個 第四個 脈衝 第五個是雷電 雷電 再來是電視 再來是走仔隊 火燭 再來是火燭 再來是火燭 再來是壞燈泡 再來是煙花 爆炸 再來是爆炸 再來是電焊 然後呢,下面這邊 可以調整你是要 開風扇呢 還是要關風扇 那這個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讓你在錄音的時候 不用擔心有 N的風扇聲 再來呢,可以 改變你的通道的部分 再來可以改變你的語言 你可以改成 英文版的 或是中文版的 最後呢,就是它版本的部分 那它版本呢,可以透過USB 來做韌體更新喔 那FORZA60B呢 它是支援燈體控制 也可以支援2.4無線控制 還有它還可以 就是連手機APP 進行控制喔 接下來要介紹FORZA200 它的色溫呢,是5600 它的色溫呢,是5600 然後CRI的平均值是98 TLCI的平均值是97 可以使用14.8V 或者是26V的V掛電池供電喔 而且它的重量呢,是1.78公斤 功率呢,是200W 接下來介紹FORZA200的操作介面 那它呢,是採用分離式的遙控器設計 所以它的按鈕呢,不是在燈體 是在這個控制器上面 在這裡 好,按一下就可以打開 再來呢,它的螢幕呢 只能調亮度的部分 因為它的色溫呢,固定就是5600 然後這邊可以調整它的亮度 這樣就是它最亮的樣子 然後再來呢 這邊這個Effect 是它的特效的部分 那FORZA200呢,它總共有11個特效 第一個呢,一樣就是亮度循環 那它要轉動換下一個特效呢 一樣是控制這個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閃爍 第三個呢,也是脈衝 第三個呢,也是脈衝 第四個是雷電 第五個呢,是雷電手動 再來呢,是電視 下面這邊呢,可以控制你的亮度的範圍 例如說我想要從9%然後到100% 再來是煮火 然後它也是可以 調 你是要從幾到幾 那我是想要從 5%到100% 雷電手動 再來是雷電手動 再來是雷電手動 再來是煙花 再來是煙花 再來是爆炸 爆炸的手動 就是也是用壓的 再來是爆炸的手動 就是也是用壓的 再來是電焊 基本上就是這11種特效 然後如果不要的話就是按一下這裡 它就會回來到原本你調亮度的地方 接下來呢,這個是menu的部分 點一下就可以進入選單 然後呢,你可以控制你要 旋轉你的屏幕呢 還是地址碼的設置 還是你的電扇是不是要開或是關 然後你的屏幕的這個屏幕的亮度 然後還有你的按鈕的背光 跟語言設置 你可以設置成英文的或者是中文的 然後跟版本的顯示 那這個呢,一樣也是可以透過USB來做版本的更新喔 Frozza200呢,它的控制的方式有很多 像是它可以用遠端的分離式控制器控制 也可以用APP 然後也可以用2.4G的控制器 還有DMX控制 最後呢,還有這個lock鈕 可以讓你鎖住 那它是長按呢,就可以鎖定你的燈光狀態 這樣子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鎖 就是鎖住了 然後不要的話 長按就可以解鎖囉 那Frozza60B呢 跟Frozza200呢 都有具備360度的U型架設計 最後呢,Frozza60B跟200呢 都有附一個收納包 可以讓你把燈跟配件放在裡面 然後上面這邊呢 還可以讓你卡你的燈架喔 那我們今天南冠的Frozza60B跟Frozza200就介紹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如果有任何問題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 然後也要持續呢 看我們的影片呢可以訂閱我們喔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